祈祷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看话语之全的节目 我们今天要继续透过 耶稣教我们的祷告 来让我们更喜欢祷告 耶稣用了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来做了一个比喻 耶稣说有一个不义的官 和一个寡妇 而寡妇的祷告 是禅魔的祷告 好像过去呢 很多教会在教导祷告的时候 常常用这段比喻 但这个比喻的目的 不是让我们学习像寡妇一样的祷告 乃是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是寡妇 我们乃是心腹 而耶稣基督 祂是敬畏神 而且爱人的 所以祂不是不义的官 那么耶稣也期待我们 能够at all times 是常常的 是不住的祷告 是在生命的每一时每一刻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 摆出生命的每一天的 其中的十五分钟 或半个小时 甚至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祷告 那是很好的 那是祷告的操练 但对耶稣来说 我认为那不是一个祷告的生活 因为祷告就像呼吸一样 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都在祷告 那有些人问牧师说 牧师怎么做得到呢 因为一天能够祷告两个小时 岂不就是很厉害了吗 已经是不简单了 因为很少有人能够维持 每天两个小时的祷告 事实上能这样维持的不多 但如果我们明白 祷告不只是刻意排出来的时间 记得当我们在说祷告的时候 目的是跟神 跟基督建立关系 并且得着从耶稣而来的信心 那么我要告诉你 事实上当你眼睛一睁开的时候 你就在祷告 每一时每一刻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神都在对着你的意念说话 圣灵都在你的灵里面来引导你 事实上各位认识妹 我要你明白 要你接受的就是 每一时每一刻 圣灵都在你里面跟你说话 跟你对话 而耶稣也每时每刻 都在倾听你的祷告 也都在你的意念当中 来引导你 来对你说话 那么事实上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被教导 要特别排出 每一天当中的一个部分来祷告 过去呢 曾经有人这样跟我说 他说呢 哎 你俩牧师我跟你讲 我们教会现在呢 都在推动每个一天 都要有两个小时的祷告 事实上当我听见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里面想说 两个小时 我没有办法祷告这么少 因为我的生命 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刻都在祷告 当然不好意思说 因为这样子说似乎很骄傲 但是事实上圣经就是这么教导我们的 耶稣害怕的是 当人误以为那半个小时 那两个小时才叫祷告 而其他的都不算 好像另外的时间神都不在一样 事实上不是的 因为二十十小时 耶稣都在 但各位姐妹 很多时候 人所专注的是 人的作为跟人的努力 我们一直把我们的眼光 放在人的祷告 所以我们会告诉人说 你要迫弃地祷告 你要不住地祷告 你要刻意排出一段时间来祷告 那是一个祷告的操练 是好的 但圣经里面 耶稣要提醒我们 不只是人的祷告 也不只是你的努力祷告而已 神期待我们 不要把我们的目光 放在我们的作为跟行为身上 事实上祷告也是如此 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的 不只是人的祷告 我们要来看圣经 罗马书怎么教导我们 不只是人的祷告 罗马书第八章 第三十三到第三十四节 经文说呢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事实上就是我们 这边说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夸号里面说 是称他们为义的神吗 第三十四节 罗马书第八章 这边说呢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各位弟兄姐妹 当保罗这么说的时候是 没有人能够定你的罪 因为你的罪 事实上已经定了 我们的罪都在 耶稣基督身上被取代了 这边说 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 这节经文是一个 非常祝福的经文 这节经文 让我们能够明白几件事情 首先 我们能够不定罪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 是活在一个 不被定罪的生活 那是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被钉死 并且从死里复活 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没有被定罪的生活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的祷告就不只是认罪而已 你知道有许多的基督徒 他们在祷告的时候 他们把认罪放了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好像似乎他们如果不认罪 神不会赦免 但各位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不只是人的认罪 人的认罪不是赦罪的需求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 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人的认罪是因为我们早就知道神已经赦免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 不是因为你的认罪而让神赦免 所以千万要记得这个真理 不要好像神要因着你的认罪才能够赦免你一样 这是不对的 这边告诉我们说 他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 你知道中国的文字非常好玩 还记得祝福 这个祝 我们讲到说 祝你身体健康 祝你生日快乐 人为什么有权柄可以祝福人 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如今已经复活 而且他坐在神的右边 你看这个祝福的住这个字 一个神 右边一个什么 一个兄弟的兄 是你属灵的长兄 讲到的是耶稣 而这个长兄他是坐着的 为什么坐下呢 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 他说呢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各位兄姐妹 祷告不是只是人的祷告 没有错 我们是向神祷告 我们是与神 与耶稣建立关联 但注意这个字 经文说呢 耶稣在神的右边 如今 也替我们祈求 在圣经里面希腊文 祈求这个字 英文的解释是 Go to meet a person 什么意思 讲到耶稣替我们祈求 是Go to meet a person 是与一个人见面 与一个人会见跟相遇 跟人姐妹 什么意思 意思是耶稣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 替我们祈求 目的是要与你面对面 目的是要与你会面 与你相遇 阿们 各位兄姐妹 你知道吗 事实上一个基督徒 一个神的儿女 太专注教导 或被教导 告诉一个人 你要怎么祷告 你应该怎么祷告 或你应该带什么态度祷告 或者是你应该用什么动作 应该要有多少的时间祷告 但各位兄姐妹 我们忽略了一件更重要的事 什么更重要的事 是耶稣要我们明白 他现在在天上为我们祈求 是Go to meet a person 是耶稣在天上祈求的时候 是与你会面 什么意思呢 既然在比喻当中 耶稣要人常常 这个常常是at all times 是所有的时间 那么一个人照着人的努力 你没有办法 一天24小时的祷告 对吗 你可以一天花15分钟 花半个小时 花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那很厉害 但当我们转变 我们对祷告的观念 我们只要当我们一睁开眼睛 那就是跟神对话的生活 那就是与圣灵沟通的时刻 任何时刻 你都在与神对话 任何时刻 那应该都是一个祷告 对吗 但是 那你闭上眼睛的时候 怎么办呢 耶稣告诉你一件美好的事情 当耶稣说常常祷告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 耶稣不把重担 重担放在你我的身上 那耶稣怎么做 耶稣要告诉你说 不是只有你的祷告 耶稣他事实上也在祷告 虽然这边是指祈求 但是还记得那个祈求 原文是 to meet a person 那么我们之前说 祷告的目的是 与耶稣与神建立关系 那么当耶稣在 神的宝座的右边 坐下来替我们祈求的时候 他都在做什么事 都在与我们面对面 与我们会面 做什么 一直告诉你说 当你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神 祂是不睡觉 不打顿的 对吗 耶稣都还在为你祈求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各位姐妹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一天二次小时 你都在祷告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弟兄 来跑到你面前说 弟兄或姐妹 我要教导你 或我要鼓励你 一天十五分钟的祷告 或一天一个小时 或两个小时的祷告 或鼓励你说 我告诉你 如果三个小时祷告 会发生什么奇妙的事 那么我要告诉你 你可以很喜乐的回答 他说 弟兄 我没有办法祷告那么少 因为我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在祷告 不仅是我的祷告 耶稣也在替我祷告 阿们 所以各位姐妹 因此我相信 你会更喜欢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我们赞美你 当耶稣教导我 要不住的祷告 是 at all times的祷告的时候 主啊 我知道 我的能力做不到 但主耶稣 你总是把重担 交付在你自己身上 因为你在天上 在父神宝座的右边 也都一直不断的 来替我们祈求 主 因此我们知道 在每时每刻 主 你都期待 你都乐切的盼望 与我们会面 与我们相遇 主 因此 我就更喜欢祷告 我相信 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你会更爱上祷告 更热爱祷告 因为耶稣基督 祂总是 用祂的笑脸 来帮助我们 谢谢主 祝福我们当中的 弟兄姐妹 让我们常常 透过祷告 听见神里美好的声音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